记者黄美朱新浦报道,今年少台风危害,柿子大产,连带柿饼也跟着大产,新竹县新浦为魏家柿饼观光农场主人吕李健说,光是石柿的产量就比往年多了六七成,往年到了现在,石柿牛津市的柿饼加工都尽尾生,必是柿饼正要取而代之,但目前仍以生产石柿饼为主, 所以罕见的今年柿饼将晒到明年二月份,想拍想吃的游客不妨把握,吕李健说,今年石柿和柿市的产量都比往年多了六七成,同时今年市场上水市,红市的销售状况也不如往年,以致在风灾减少,是自全面大产之下的爆粮柿子,才会统统转往柿饼加工这个方向来求长期保存。 吕李健说,今年的气候不稳定也影响到柿饼的加工季节拉长,例如每年四月就可以问市的绿竹笋,今年迟到六月才开始采收。 同样的,南部的笔市往年现在都已经采收要做柿饼了,现在却还绿绿地挂在树上。 近期魏魏家所做的笔市市饼原料都是来自北部农民。 所以喜欢摄影的游客,吕李健建议可以把握明年二月之前规划到新普市饼之乡走一趟,特别是他们所在的汉坑社区。 在各界的努力下跟往年又有了不一样的风情,就是他的饰饼观光农场内也多了很多摊社区小农们自己友善栽种的农作或是农客产品摊位提供来客可以安。 新选择 魏魏家今年也推出一粒装的饰饼,让来客可以试吃,品尝更便利,送礼也更大方。 在农场内,来客除了可以看到饰饼的加工过程,拍饰饼婆婆如何晒饰饼,晒场旁的笔市树梢也挂满了金黄或居红等不同色泽的笔市果实。 其成熟,饱满成熟的模样,经常有五色鸟,白头翁等纹箱驻足在上跳跃或着实带给游客不同的惊喜。